歡迎收看小熊老師培寧教數學 那我們在這一集要來 帶大家檢討一下 之前留下的一些問題 然後在下一集 我們就要介紹三角形的三顆星了 所以就是 這是我們的幾何 整理和 推理證明 輔助線的 最後一個單元啦 下一集我們就會開始介紹 三角形的三顆星其實是同一張啦 同一張 然後我們來看這裡 這個問題 這有個T型他跟你說 對角線互相垂直然後中線長 10 接著他就要跟你問你這個 AC平方加BD平方 唉唷 為什麼這樣就可以知道呢 AC平方加BD平方可是問題是 他垂直他AC是整條啊 他垂直是垂直在中間啊 對不對 所以那這一題就是需要用到 我們之前有提到齁 在面對這個T型問題的時候 我們有的時候會有一種做法 是把它平移出去 過B點做一條 線它是平行AC的 也就是說你這裡會出現一個平行四邊形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它是平行的這裡直角的話 這裡也會是直角 我可以把它塗滿齁 讓大家看清楚一點 所以我現在 講說這裡有一個點P齁 這個B珠P也是直角三角形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呢 那麼因為它是平移過去的嘛 它是平行四邊形嘛 所以這一條線就會等於這一條線 那麼當你在問 我指的是這一條會等於整條 那麼當你在問 B珠平方加AC平方 就等於是在問 B珠平方加 BP平方 那這裡是直角三角形的話 它就會等於 C珠平方 那麼 C珠平方是多少呢 其實呢 因為這裡是平行四邊形嘛 所以這個是上底 這個是下底 所以其實C珠平方就會是上底加下底 那上底加下底是多少呢 因為T型的中線 是指它的終點連線 是上底加下底除二 所以說呢 這裡的上底加下底 就會是10的兩倍 是20 那答案不20喔 因為它是問平方嘛 所以呢 AC平方加B珠平方 等於珠P平方 所以是400 這樣就答對嗎 那我們來看這個問題 這裡呢 上次留下的作業 這點蠻難的 他說這個 AB是6 整個是6 然後BC是8 然後CD是10 哦 680 可是沒什麼用啦 B珠是2 他680很開心喔 可是他680三個都給你了 對不對 他如果給你6跟8 你還想說會不會有10呢 但是也不見得就會啦 那這個B珠是2 所以這裡 這裡是2 換個顏色 這樣子 然後那問你這樣子的 EF會是多長 那這裡有點難的 重點就在於說呢 他其實 因為這邊 我們之前有看過類似的問題 但是我們之前看過的是這種 兩邊都到底的 對不對 好那 這樣子的嘛 兩根電線杆小明站中間 大家還記不記得 那在這一體 他其實是類似啦 但是他因為他這邊沒有到底 所以他必須要把圖拆開來 成兩個部分 看會比較清楚 那圖形會被分成這個 A B C三角形 這一塊三角形 和這個四邊形 C D G B 這個T型 那三角形這邊比較簡單 如果我們把EF 因為他是要求的嘛 我們把它射X 那射X的話呢 這個三角形 他就是這一邊平行他 所以這X比6 這邊就是X比6 所以這裡是X 但是他是比例喔 比6是整個 所以這裡是6-X 到目前為止沒有問題吧 那我們來看這個T型這邊 T型這邊的話呢 他說這個是10 然後這裡是2 那T型 你也可以用我們前面所學的就是說 因為這裡 這裡有一個固定比例嘛 所以 就是用那個 類似分點公式去算 或者是你沒有記這個公式 我也不想要你們一定要記 所以我們 在這裡呢 使用這個方法 你乾脆在這裡2 這上面這裡 補一條水平線過來 做一條輔助線 把這個三角形拆開來 拆開來變成是 這個 把這個T型拆開來 下面是長方形 上面是三角形 這個DQG 那三角形DQG裡面這邊又跟這邊 平行了吧 那所以DQ是多少呢 10-2 所以這個是8 可以嗎 那所以我們在這裡就可以得到 整條是X 殺掉2 上面是X-2 對不對 所以剛才所說的這個 這一段比這一段 我們剛說 這一段比這一段 是6-X比X 那我們現在呢 會發現他其實是X-2比以上 整個是8 所以是8 減掉X-2 所以是10-X 可以嗎 那從這裡可以去解這個X 就是 這樣子 然後去把他算出來 我用咖啡色的好了 這題就蠻難算的 這是X-2 會等於 這個X平方 減16 加60 所以兩邊X平方會殺掉啦 其實也還好對不對 你看平方向被殺掉其實就都還好 X平方減16X加60 所以移過去 14X就會等於 60 所以X其實會是把2 約掉7X等於30 X是7分之30 不過這樣也就解出來了啦 那你會發現 底下這個8好像沒用到對不對 我們有沒有機會用底下這個8 直接去算出他的數字呢 那因為你知道底下這個是8 那這個6比8 你是知道這個比例啦 但是 你也會知道這裡是6比8啦 那然後這裡會是多少 所以小小小小這6A這個8A 那這裡是 這個 就是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在這邊6-X比X只是一個比 即便你知道他整條長實際上是8 其實沒有辦法 還是沒有辦法直接取得這個X 那我們解1元2次方程式 其實是解1元1次方程式 2次的會被殺掉 那這是這一題 這個有點難度 有點難度 來看下面這一題 A1和BF4 這個 這個平行四邊形的角平分線 這一條和這一條這樣子 他說AB是8 BC是5 然後問你這樣子EF是多少 那這個 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做對呢 其實這個在問什麼 這個在問這個 平行線加角平分式等1 有沒有發現 平行 平行 所以內錯角相等 所以其實這個是圈 題目說這個是圈 那這個也是圈 所以其實這一段是8 可以嗎 那這一段是8的話呢 這一段是3 同樣的喔 同樣的 這裡 這個同位角也相等 可以嗎 或者你說這個XX這個也XX也可以 就是 所以你從不同的角度算都可以 你如果 你如果 這樣看喔 這個腳XX這個腳也XX 所以這段是5 所以有兩種算法 一種算法是這樣子 那我們提供這個法1 法1呢 BCF4等1 我們這個兩個XX打出來 三角形 B CF等1 所以 B C呢 他其實就會是CF 那其實你如果去推論 這個 A租E也是等1 好 因為這裡也一樣 這個 這個地方 跟這裡是內處角相等 所以這些都是圈圈 對不對 所以這一段也是5 對不對 這段也是5 所以這個D1也會等於BC 那這個都是5 那你有兩個5疊在一起 可是疊起來其實只有 8而已嘛 所以EF 5 等於5加5 減8 所以是2 所以是2 這樣子 又或者你從 這個8的這邊來看 這裡是等1 這裡是等1 把2 這個 這裡叫P 這個叫Q 三角形ABP 也是等1 那三角形CEP 也是等1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BP是8 那BP是8的話CP是3 所以這裡也是3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EF 你要的話 其實你這邊也可以證明出來啦 就是說這個是8 這個也是8 這個是3 這個也是3 所以EF是這個8-8-3 所以這裡 三角形 AQB 和 DFQ 也等1 也等1 那所以EF就會是 8-3-3也是2 那當然你可以混搭 你可以混搭 推論出這個5 這個3 5-3也是2 那我們就不再寫啦 這就是這一個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也是一樣 上一次留下來的作業 他說 BC是圓的直徑 這裡有一個圓 然後AB剛好是圓的切線 然後如果想要在AB上面 取到一點P 某一個P點 可以使CP線段 恰好評分三角形ABC的面積 問哪一個做法正確 那這個問題其實包含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你要是 你要有能力 你看我們一直在講 就是說你要願意去在 圖形上畫 去標 這是一點 那另外一點呢 點出了某個點 結果跟C連起來 會評分三角形ABC的面積 那其實代表他要求的這個P 它是AB終點 對不對 也就是說接下來的哪一個做法 可以取得AB終點 那他說過AC 過AC的終點 然後對AB做垂線 過AC的終點對AB做垂線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可不可以 那 你覺得咧 那其實是可以的 為什麼做垂線就可以呢 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因為這裡垂直 所以這個 所做出來的 對AB做垂線的這一條 假如說他的終點叫做1 好了 那這個P1呢 其實會平行於BC 對 對不對 那過終點又做平行線 所以這個也會是終點 所以這個是對的 過O 做AC的平行線 那O是不是也是A O是不是這一段的終點呢 是 所以他去做AC的平行線 做過來一樣 過終點做平行線 叫AB與P 這個也對 做角C的角平分線 那這個會不會是角平分線呢 一定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他是角平分線的話 那麼要符合內分比性質 這一段比這一段會是這一邊比這一邊 那骨跟斜邊不會一樣長啊 所以他就一定不是終點 所以C就一定不是 那做AB的中垂線 好 那這個中垂線交AB與P 那這樣子交出來的 中垂線交在這條線上 當然也是終點 我剛愣了一下 我想說怎麼會有 這麼簡單的句子 這個中垂線對啦 沒有錯啦 中垂線做出來交在他上面 就是交終點 對啦 所以這個當然也對啦 所以其實BCD都對唷 過AC 終點 做垂線 那做垂線 因為這裡直角 這裡也直角 可以嗎 那麼來看一下 這個也是我們以前看過的問題 那再重新介紹一次 這題是希望讓大家 大家知道說我們有的時候 在幾何的推論上面會需要用到算數的工具 所以呢 下列哪一些圖形是假的相似型 那我們真的去算 你會發現 假的這一邊 如果一格是一單位1 那這裡佔兩格 所以是2 那這邊呢 那這邊到底是多少 你看我們一直在講 就是說你要願意下去算 怎麼樣都願意下去算 他格子都畫給你了 所以他是2 2 比這一條 所以這一條的長度其實是 1比1比2 所以這條是2 那這一條呢 是2 1 2 3 4 然後你去算對角 去算斜邊 那這個是1比2 比根號5 所以這是2 根號5 所以假是一個2 然後2 根號2 然後2根號5 的三角形 這樣子 那這樣子哪一些圖形是他的相似型 大家還記不記得這題的答案 已經蠻久了 對不對 這個很容易想像這個一定是 因為這個是1 這是根號2 這是根號5 所以以4沒有錯 來看丙 這裡是3 那這個是123 123 所以這個是3根號2 這是123 123456 這個3根號2 所以丙也是 所以其實這個以丙都還蠻好判斷的 但是丁呢 欸 1234 這是4 這個是不是4根號2 不是啦 沒有那麼長 那這個咧 這是4根號2嗎 你去算也不是 那所以他不是囉 那你沒有去算 來 2 2 2 所以這一條 是剛才的這個2根號2 對不對 這個1 1 2 1 2 3 4 6 2 6 那就1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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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1-3 2-5 1-3 1-2 1-3 1-3 1-3 1-4 1-3 1-2 1-3 1-3 1-3 2-3 2-4 就是 根號5倍好像這也根號5倍喔那這個勒 沒有錯他 4就是2根號2乘根號2所以其實這個比例跟上面這個比例是一樣的 所以他也是 他的相似型 這個來看這個物 1比 2比 這邊是根號5 1比 3比 這邊是根號10 這邊是5 那這個有沒有呢 1比 2比 根號5 這個根號5是最小的他是根號5比根號10 但你會發現一樣根號5乘以根號2是根號10乘以根號5是 所以其實這 四個都是他的 相似型 那就是在這裡 大家來看看我們在幾何推論裡面 有的時候會使用到的數學工具 比如說 根號的比例 乘出來會長什麼樣子 如果你對這件事情太陌生 如果你對必是定理的這個 去求鞭長 本身帶舵 那你這題不會對 那當然 你已經看過他了 所以你只要去算 但是如果遇到一個新題目的話呢 那你要知道其實你應該要盡可能的去算他 那我們這一集 上到這裡呢 這個是我們這集的作業 我已經知道這一塊這是真實的 這個三角形被切成4塊 面積分別是7和7和3還有灰色 這個7跟7和3都是真實的數字 就是他不是比例他是數字 所以這個面積就3平方單位 這7平方單位 7平方單位 問你灰的應該是多少 這樣也可以求出灰的 下面這裡 大的三角形 ABC和小的DF 都是正三角形 然後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是垂直的 這個地方垂直 那這樣他要問你 這兩個正三角形的面積比 ABC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ABC是一個直角三角形的話 這邊3這邊4那不用說這個5沒有錯 這裡產生一個正方形 那接著他要問你的是 三角形ACE 面積是多少 注意喔 CE沒有垂直AC 那他的面積會是多少呢 下面 三角形ABC中 AM這條線 M4BC上的某一點 AM這條線 平分角A 而且交BC與M點 無下 然後你再分別從B對AM做高 從C對AM 這條直線也做高 垂直是D和E 那這個時候他要問你 這樣子這個 這個B珠和這個D比起來到底是幾比級 這樣 那 所以大家來想想看這幾個問題啦 然後 這個如果 在 畫面上看圖 看不清楚的話 自己上網去抓作業來 來寫 那我們今天上到這裡 好 是 好 好 得